互联中心同社区伙伴合作 推出陪老看护者计划 为失智症患者提供登门护理服务 本地目前有超过180名陪老看护者 为1200多名失智症患者服务 来看记者吴立新的报道 单身的朱明珠 四年前突然忘了回家的路 过后被诊断患上失智症 为了更了解姐姐的病情 弟弟朱福成辞去文员工作 到中央医院当护理人员 实地学习怎么照顾失智症患者 尽管工作忙碌 他还是会每天登门探访姐姐 但这样的日子让他感到疲累不堪 于是申请了 天有社区服务中心的陪老看护服务 阿拉斯的坐牢每周到我女儿家 她会让我女儿玩一些游戏 让她自己充满 所以她不会孤独 在同时她会帮助我 帮老看护服务 让我没有太多疲惯 社区服务中心 目前有五个陪老看护者 陪老看护者的工作 一般要做家访 在根据他们的情况 了解他们的情况 就能选择最好的方式 去跟他们沟通 比如画画 就是用颜色来表达他们的心情 本地共有五个非盈利机构 提供陪老看护者计划 服务费用将根据互联中心 对患者家庭进行的支付能力调查 来计算他们可获得的政府津贴 对患者家庭进行大行为